当起源设施爆炸 Fear小队的直升机 也因为不死怨宁阿尔玛的袭击而坠毁后 死里逃生的尖兵 最终还是被ATC武装部队所控制 之后他被运往了拉美地区的一座秘密监狱进行关押 同样从坠机事件中生还的另一名Fear小队 技术官金尚昆则躲藏进了菲尔波特市的废墟中 一边收集着起源计划的更多资料 一边观察着这座城市的覆面 而在ATC私人武装与科隆人部队交战的战场角落里 那个被哥哥给一枪爆头的二号实验体 帕克斯顿菲特尔也重新崛起了 这名强大心灵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尚未消散 当城市中的战火愈演愈烈时 菲特尔用自己的意识控制住了一名代号为 弧部813的克隆人士兵 并最终指引着813将自己复活 复活的菲特尔精神力量已经更加强大 他通过心灵感应了解到了现在的母亲 已经怀上了第三胎 为了让自己的兄弟也能见证这个新家庭成员的诞生 菲特尔前往了拉美地区的ATC秘密监狱 开始营救尖兵 此时灵体一般的菲特尔有了附身于他人的新能力 在占有敌人身体以后 菲特尔可以获得宿主的部分技艺与能力 但是这种平衣状态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除非得到更多灵魂的注入 不然被菲特尔所操控的肉体 很快便会被他的强大精神力量所称爆 化作一滩血水 利用自己的新能力 菲特尔救出了哥哥尖兵 并邀请他一起返回菲尔波特市 寻找即将临盆的母亲 而对于尖兵来说 现在他确实需要回到菲尔波特 救援自己依然被困在城市里的战友金尚昆 就这样目的地相同的兄弟二人开始了合作 他们成为了一对危险的组合 在监狱外的平民窟中 ATC派来了大批部队拦截兄弟二人 其中甚至有经过了生化改造 并配备先进的立场护盾 与相位技术的相位传送者 这些敌人可以开启小型传送门 从而不断将后方的步兵部队 部署到前线作战 同时相位传送者自己 也会不断使用威力巨大的能量武器 13型狐光枪进行远距离攻击 不过这些部队依然没能挡住 尖兵以及菲特尔 两位原型实验体 在击穿了敌人的防御以后 抢夺下了一艘ATC直升机 开始返回菲尔波特 是 我认为你 所以,告诉我 什么感觉 要杀自己的弟弟 我认为我非常喜欢 你甚至不想问 你的命令 你只是 你只是说 你认为 你认识我认识 我认识你 我认识你 你认识你 而那会让你走 我们有强烈抗力 我们有强烈抗力 在Sector40 这些工作人员 都要剪掉了 我们有五个人 今天 你真可惯 返回到Fairport 你会不会等一分钟 如果我们不够 那这些人都会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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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飞行途中 一股神秘的冲击波 让直升机 坠毁到了 菲尔波特斯的一座 大型商场里 而这一冲击波 便是随着阿尔玛临产日 越来越近 所产生的公缩反应 愈演愈烈的腹部阵痛 精神力量越发失控 这也进一步的冲击着 菲尔波特斯的断臂残垣 阿尔玛的精神力 同时严重影响了那些 在之前的各种危机中 倖存下来的城市居民 这些人因阿尔玛的痛苦 而变得疯狂嗜血 他们搭建起了 供奉阿尔玛的神龛 在城市各处 进行着残忍的活人祭祀 并使用鲜血 在街道墙壁上 描绘着第三子降临的语言 菲尔波特斯仿佛正在经历着 经文中的末日一般 逐渐变为地狱 而随着菲特尔与尖兵 两兄弟的到来 这里的情况 只会越来越糟 在与那些聚集在商场周围 陷入疯狂的居民们 进行着运动战期间 兄弟二人还发现了一种 新型的超自然敌人 爬行者 爬行者是来自于阿尔玛 对于自己父亲 海伦韦德的各种糟糕记忆的怪物 阿尔玛因阵痛而变得脆弱的思维 混合上不断暴走的精神力量 从而制造出了这样一个 连他自己都害怕的恐怖幻影 同样遭受过海伦韦德各种实验折磨的 尖兵与菲特尔 也成为了爬行者的攻击对象 在疯狂的人群 以及超自然怪物的追击下 兄弟二人终于离开了商场区域 来到了居民区中 在街道上 ATC私人部队正在进行着武装巡逻 自从之前那批被阿尔玛所激活的 第七代克隆人部队 因为寂静岛事件而被成功关闭以后 ATC已经封锁了菲尔波特城 雇佣兵们正在消灭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幸存者 不管是那些疯狂的还是正常的 为了公司的声誉 任何目击证人都不能存活 这时尖兵再一次接收到了菲尔小队的幸存战友 金尚昆的求救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 尖兵搭乘着一台 从ATC部队手上抢来的REV9型动力机甲 冲破了雇佣军的防御 沿着电力中继站地下的通道 一路来到了金尚昆的长生地 在这里金尚昆向尖兵展示了自己收集到的情报 关于三角洲特别行动小组 黑色信号的队员迈克尔·贝克特的影像记录 这人的恶了 这人了解ание 这人回来对我 你听不清吗 她们答应了 为什么她还能生成立了 为什么她能生成立了 什么好inté 他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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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 你听我吗 她是 贝克特在被阿尔玛强奸以后 便被赶来的ATC部队所逮捕 公司由此得知了阿尔玛怀孕的消息 之后他们便一直都在城市各处搜索着阿尔玛的踪迹 并且他们相信只有通过贝克特 这个城与他有过亲密关系的心灵指挥官候选人 才能再次定位到阿尔玛的位置 通过城市近期所浮现的种种异象 金上昆认为如果让阿尔玛生下这个魔胎 那么势必将会引发更大的危机 他希望兼兵与自己一起前去解救贝克特 并通过他找到阿尔玛阻止第三子的诞生 而弟弟菲特尔虽然也想找到母亲 但他可不想阻止新家人的降临 并且菲特尔在这件事上还有着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通过与家人的融合变得更加强大 目前贝克特正被ATC积押于澳本区中的港务局机场里 并且正在准备转移 ATC已经开始利用贝克特四处寻找着阿尔玛的踪迹 他们希望得到第三子这个新的样本来挽回之前的损失 为了以最快速度赶往机场 尖兵与金尚昆打算利用ATC布置在城市中的地标建筑 菲尔波特观景塔附近的部队投送系统 搭乘里面的运输舱快速移动 但在潜入ATC营地的途中 金尚昆突然被一群疯狂的平民掳走了 救援他的过程中 尖兵再次遭遇了克隆人部队 由于之前的叛变影响 ATC已经不敢再一次性投入太多的克隆部队 来对抗有着心灵感应能力的敌人 现在这股力量只是协助着ATC佣兵进行城市中的各种任务 在这场追击中 ATC部队的一名巷尉指挥官突然杀出 并抓住了金尚昆 随即巷尉指挥官及其手下的部队 开始与赶来的尖兵与菲特尔交战 巷尉指挥官是相比巷尉传送者 更强大的一种生化改造产物 他们身材高大 体型健硕 装备精良 一般会负责指挥ATC私人部队 当然如果需要 相位指挥官也会亲自进入战场 并依靠传送能力 与大威力的SHV射丁枪进行战斗 在与相位指挥官作战过程中 或许是因为这些生化改造人 认为自己的生物增强手术更加成功 所以不断地讽刺着被ATC认为是失败产物的一号原型实验体 尖兵 但最终在兄弟二人的合作之下 相位指挥官还是被击杀 金尚昆也被成功解救 这时由于阿尔玛力量的进一步失控 噩梦般的精神世界景象 已经毫无遮拦地浮现到了现实之中 在这股超自然力量的摧残下 菲尔波特观景塔倒塌了 看来第三子的降生即将开始 之后金尚昆留在了ATC营地 操纵投送系统 将进入投送舱的尖兵 射往了ATC在菲尔波特的最后堡垒 港屋局机场方向 就像以前前年龙 一样 优优独 一样优独 没法性 想要脱衣同一样 互相 鸡子在园中 MOTHER IS CALLING US TO HER SIDE TO WITNESS THE MOMENT, TO SHARE IN THE POWER, AND YOU WANT TO STOP HER WE HAVE MORE THAN ONE OPTION HERE, YOU KNOW,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INGS, AS A FAMILY THIS IS OUR MOMENT BROTHER, THIS IS WHERE WE MUST STAND TOGETHER, IF YOU STAND AGAINST ME, WELL IT'S UGLY BUSINESS, KILLING THE SIBLING, BUT YOU KNOW ALL ABOUT THAT, DON'T YOU? CAN YOU DO IT AGAIN?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A SMALL RIDE 随着事情的逐渐发展,两兄弟之间的间隙也在逐渐增大 菲特尔与兼兵对于母亲阿尔玛以及即将到来的新家人都有着不同的看法 但目前他们依然需要一同行动,才能突破被ATC部队驻扎的机场据点 在投送舱因为阿尔玛暴走的精神力而坠毁在附近的大桥上后 兄弟二人遭遇到了新的敌人,食伏者 这种外形如同抑郁猎犬一般的超自然体 同样是一种诞生在阿尔玛童年记忆中的怪物 就如同过去了一些不断折磨着阿尔玛的ATC研究员,食伏者也会将痛苦带给被他们盯上的猎物 在经过一番战斗以后,两兄弟依靠着一台强化型动力机甲的火力向着ATC堡垒持续推进 此时菲尔波特的天空已经变为一片星红 阿尔玛的分娩正在扰乱这个世界原本的秩序 来到机场后,兼兵与菲特尔终于在西侧停机坪从正在准备转移的ATC部队手上 抢下了被囚禁的贝克特 在从贝克特的脑子里拿到自己想要的资讯后 菲特尔杀死了可怜的继父 利用这些信息,兄弟二人已经定位到了母亲阿尔玛的所在地 但是,在他们与母亲之间还有着一个敌人的阻拦 那便是创造了这个扭曲家庭,同时困扰着每一名家庭成员的罪魁祸首 他们所有人的父亲,海龙韦德 菲特尔与兼回到了过去起源计划的一处废弃设施之中 他们正式在这里成长起来 为了打败束缚着他们的心魔 那个从所有人关于海龙韦德的回忆中诞生出的超自然怪物爬行者 兄弟二人开始摧毁与海龙韦德有关的所有物品 从而忘记这些回忆 之后,一只巨大化的爬行者出现在了尖兵与菲特尔面前 在兄弟二人的攻击之下,阿尔玛一家人终于彻底摆脱了这个父亲的纠缠 就这样,菲特尔与兼兵来到了母亲的面前 而根据阿尔玛最终选择的母眷之子的不同 这个家庭的结局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但无论如何,可怜又可恨的阿尔玛已经走完了自己的悲惨一生 它发生了,让我们去找她 这个是什么我们必须看 我建议再次认识你所有选择,兄弟 我们 会获得到内奔 你能力求成描维扯 我们需要营充的钱 那是要的 我先做了 你做了吗 他根性历的美女生 你一定认识你 還是会继续能够传 forming她的妻 是要坚持来你的血似 不要 它 never had to be like this brother If we could have been like gods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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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金 事件很正常 但… 我沒想知道 我只需要相信 你完成了你的任務 我知道它是困難 但… 但… 這件事贏了你 我認識我 I never had to be like this brother I came to consume a body, one with the power to make me unstoppable Don't worry, I had planned on fathering it all along And just like brother, it can be shaped to serve me But you, you've got something I need I came to e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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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